Hello,我是妙妙 今天一大早我老公就把我拉起来 他说因为那车不是被他搞了一个口子 然后他说今天去把那个车的那个洞修补一下 其实没有洞了 就是凹进去一小块去修补一下 我老公打电话给那个人修补一下是多少钱 就那个小就那一小点 我老公说那个修理要15万韩币 15万韩币差不多 1000多吧,1000都没有 然后他说今天去把那个修一下 然后我们去上次我们那个车检中心里面去看一下 看他能不能帮我们修一下 看他们修理真的好简单 把那个凹的往外挫一下 然后再拿光照一下就好了 今天我老公过来这个我们装修的那个车的地方 然后我们本来要买那个车辆的那个叫什么吸尘器 然后他们说他们说那个这里也有吸尘器 然后给我们看了一下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吸尘器的是比较适合家庭和车两用的那一种 然后我老公说要不要买 他说正好家里的吸尘器有点不好吸了嘛 然后我说那就买吧 然后刚刚试了一下去车里面 我觉得还可以 价格也还蛮好的 所以我们准备在这里把这个吸尘器买回去 就是家里和车里面两用 就是这个吸尘器还蛮好用的 我觉得车里面的也还不错 然后在那个家里面的用也还不错 先拿回去试一下 这个吸尘器的话 本来在网上买的话应该是挺贵的 这个老板看跟我们比较熟嘛 然后给我们稍微便宜了蛮多 拿回去试一下再说 我们回家了 我们修完车以后 然后在那个里面还买了一个那个吸尘器 刚刚我们在那里试了 试了一下还挺不错的 我老公然后就把它买了 这个可以是家里用的那种 正好我们家里的吸尘器正好也要换 看起来这个跟小米的差不多对吧 对吧 本来我们想买那个三星的吸尘器 我老公说那就先将就着这个便宜的 便宜的先用着 等过一段时间再买三星的 反正这个东西是要经常换的嘛 吸尘器其实吸太久了 里面那个 上次我们去看那个三星的那个自动 分离 自动那个分离垃圾的那个吸尘器 还蛮好的 我老公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太贵了 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 这个吸尘器差不多二十 二十几万吧 反正二十几万 好像还不贵 怎么样 吸一下 这个 这个 轻吗 很轻啊 哇 真的好轻啊 这个 这个是 那个大小对吧 这个是小 啊 啊 就两档啊 嗯 小米的也是这样的吗 嗯 差不多跟小米的 这个是车里面的吗 车里面也可以 这个也有 什么用啊 这是架子 不需要这个架子吧 需要吗 需要 绝对不需要 哦 哦 跟小米的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架子太占地方 啊 这样 啊 这样挂上 嗯 嗯 那我们小米那个可以退销了 用这个吧 嗯 这个看起来还是还可以蛮好看的 对吧 对的 嗯 还可以吧 还可以 还可以 哇哦 还不错 嗯 不错 这个没有吸床上的吗 可以吧 可以吸吗 可以吸吗 用什么吸啊 用这个吗 这个不能吸床上的 这个只能吸地上和车上的 是吗 嗯 床上的 可以吧 这个就一个吗 这个要换的话怎么办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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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里有那个 进化的 灰尘的那个东西 好了 好了 很好 嗯 我打扎 打扎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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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跟我儿子商量好了 要把那个 毒脚先放掉 放生 我老公把它放在这里 我没你 我把草包 我放在这个树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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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们跟那个 毒脚先说最后的再见 再见 再见 希望你们两个人好好生活 不要吵架 他们两个人多了一个知了 这个中国话叫知了 知了 嗯 准备把他们怎么弄啊 这个晚上六点 嗯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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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好 我老公说他最怕的就是知了 他说他不敢弄 然后他们两个人抓进来 我老公说太吵 知道了我不动我不动 放 放在里面 哎呀 放在里面 啊 放 行 知了为什么不叫啊 是不是 敏灿生怕他跑了 他们把两个那个 毒脚先放了 抓了两个知了 回来 哈哈 一个是你孩子 一个是男孩子 是吗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一个公的一个母的 男的是公的 公 公 然后女的是母的 公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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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中国话 妈 妈 妈 老哥哥抓了鸡鸟 你们中国话班里面 现在养着 现在养着 是吗 一个 一个 是吗 不会死吗 我们家这个猫看到他们两个在这动 赶紧过来瞧一瞧 他们两个这么这么吵 妈也吓死我了 又吓死我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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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